韩国知名女星,演员金志愿被曝,她过去花63亿韩元购买了一座大楼。 4月19日,有韩国媒体报道,据最新消息,女演员金志愿过去购买了一座建筑物。 金志愿于2021年6月,签署了以63亿韩元购买位于首尔江南区,沦陷动岛山大陆后面的建筑物的合同。 该建筑是以公司的名义购买的,金志愿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。 该建筑地下一层,地上五层,用地面积198平方米,总建筑面积495平方米,它建于1991年。 距离七号县和水人盆堂县的换城站江南区厅站,有七分钟路程。 地下一层至地上三层的租赁业务保持不变,只有四,五层原本是住宅。 以改建为邻里生活设施,现在直接用作金志愿所在机构的办公室。 据悉,袁颖一位负责人的话说,最高贷款金额定为42亿韩元,实际贷款本金估计为35亿韩元。 金志愿是用购买价格的大约55%的贷款购买的。 预计金志愿将以约67亿韩元的价格购买该建筑,加上购置税,律师费和经济费用,其中购买价为63亿韩元。 对此,金志愿经纪公司相关人士表示,由于是艺人的个人问题,很难确认金志愿自2010年出道以来, 曾出演过《继承者们》、《太阳的后裔》、《三流之路》、《阿斯达编年史》、《城市男女的爱情故事》等多部热门韩剧。 在韩剧《我的出走日记》,已描绘了想要从无色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小女儿脸美珍而受到喜爱。 目前,她在韩剧《眼泪女王》中饰演Quins集团的千金红海人,与演员金秀贤产生化学反应,在韩国国内外获得很高的人气。 此外,演员金志愿在韩剧《眼泪女王》中继续表现出色,登上了时尚杂志Cosmopolitan5月号的封面。 金志愿最近为Cosmopolitan5月号拍摄了画报,在春光灿烂的阳光下,她完美地描绘了一个可爱而迷人的概念。 此外,金志愿在整个拍摄过程中熟练地表演了各种面部表情和姿势,包括灿烂的笑容,每次剪辑都创造出高质量的效果。 金志愿分享了她对封面拍摄的想法,她说,拥有可以长期保存的照片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,今天有很多这样的照片,我很激动,我很高兴期待我制作的封面被揭晓的那一天。 对于韩国知名女星,演员金志愿被曝,花63亿韩元购买大楼,所属受回应,由于是艺人的个人问题,很难确认。